台北市政府 今天基盤 是社會開發案第二天的觀評 不過自救護民眾不安 市長關門的約束替代方案 到達無效無實 也因為支持和反對兩派對志 到中道 觀評委員都無法進入 實質的討論 替代方案在哪裡 提示 反對 今天報到機器 在台北市政府頭前 大聲化靠何控制 社會自救護生員和生員斷退 不斷北市府載棄 要基盤下開發案第二天的觀評 不過市長關門的大型的替代方案 卻一直無消息 也這期基民地觀評 最上的發言款受到阻害 不過自治開發牌也到達成員 此次希望改變 近境五十年的時候 限制軍民發言 你就是限制軍民參與決策 我們極力反對 有無無地的跟無無無地的 佔了四分之一嘛 那要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想只有說用目前政府 這個方法是最可行的 都怕創作發生 北市府來過出動 我百名的經歷改變 不過環評會開始進展 相當的人罵就先在 放天色插起來 官隊開發牌 跟相關團體 也再度結構在火中花插腦 警方拜出人求 解決其他來放天的基民 氣氛一度很緊張 他一次二十個 但是我想如果不夠 還可以再補再加開 國民典共町 沒有不要讓基民發言 如果說 會議的時間相對 可以再加開寬評 因為有四十多會 基民發者都定義發言 會議一直都頂到 寬評委員 都不正在實質討論 讓寬評會也不結論 記者綜合報道